加拿大安省Clearville 一個預見住宅項目 開發商進入了破產管理程序 導致一百多人每人損失了幾萬元加幣 最諷刺的是 這個項目的開發商 做銷售的時候 居然是未獲得合法的批准 開發商的董事還直認不為 而最震驚的是 這間開發商 在歷史紀錄上 居然出現了不良紀錄 整件事簡直令人難以自信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利大麥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 一有新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 都可以令到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根據媒體的報導 安省Creeville 有一個預見的住宅項目 開發商進入破產管理程序 有117個賣了預售項目的人 損失了大概400萬首富 有一位首次置業者表示 他和他的老婆下個月將會迎來他第一個小朋友 他們原本期待著明年會搬入他們夢想中的家 在2021年12月以來 他已經給了10萬元加幣的不生積蓄作為房屋的首期 而他的房屋原定是在2025年4月由 SUNRISE ACQUISITIONS STAINER 這間公司建造完成 這間總部位於列治民山的開發商 2月份就對這個項目進入破產管理程序 法庭文件顯示 117個買樓的人總共計算損失了大概400萬加幣 其中一些人損失高達13萬加幣 而這次並不是SUNRISE Homes項目第一次破產 這間的建築商還向媒體承認 多年以來一直未經法律批准的情況下出售房屋 之前這間公司曾被指控在慢感的一個項目中 挪用了資金 這間公司還因安省MVAL的另一個項目 欠落了幾千萬的債務 看法庭文件 這間建築商已經用了所有的訂金 意味著他們無法將筆錢還給買樓的人 而最無助的是 這間公司在法律上沒有義務保留任何資金 一眾業主最大的疑問就是 錢去哪裏呢? 特別是考慮了大家都付了首期 而屋還未動工 所有應該要施工的地方 全部都依然是一片坊地 那錢去哪裏呢? Sunrise Home行政總裁就表示 這間公司以多間公司的名義開發住房項目 一位董事 Hazen就和大家說說 資金的分配目前正在審查中 公司使用了部分存款 償還了一筆貸款 而省級保收公司就告訴媒體 Sunrise Homes 並未獲得合法出售 或者建造Clearville 房產所需的所有批准 其中一位董事也承認了這一點 並表示 這是他們多年以來一直承擔的 經過深思熟慮的風險 而通常 他們在施工開始後才進行登記 這可能不是正確的做法 而他們是在銷售時才進行登記 他們公司過去15年甚至20年一直都是這樣做 但省住宅建築監管局HCRA就表示 Sunrise Homes 的許可症狀況良好 但一位發言人就告訴媒體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對Sunrise Homes 和所有實體進行更仔細的檢查 10月7日 一名法官批准了法院指定接管人的一項計劃 將Clearville 小鎮房屋出售給Sunrise的債權人之一 Brexit Holdings 他們的房地產仍然是沒有供水 或者排污儲利能力 而出售的條件是終止和購房者的所有購買協議 而董事Hassan就告訴媒體 他想買回土地繼續這個項目 將Clearville 小鎮項目進入破產管理的原因 是歸咎於水泥基礎設施 缺乏和疫情之後建築成本的上升 但看買賣協議 買家被告知這個鎮 已經確認這個地區的水漲會在2024年夏天供應 而實際上鎮內的一位高級官員就表示 施殺並不是這樣的 Clearville 小鎮行政官John 他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說說 第一次招標直到2022年秋季才開始 目的是確定成本 但當時的建築成本實在太高了 多倫多房地產律師 Cintarian 董事會成員 Bob就說 這間公司說 這個小鎮已經證明有足夠的水 也將為這個小區取水 這是一個嚴重的失實陳述 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整件事的荒謬程度真的很高 Sunrise Homes 這間公司 近年也遭遇了一系列的財困 在2021年對萬錦另一個住房項目 進入破產管理程序 而Sunrise Acquisitions 在今年也對安省的 Elfell 的一個項目進入破產管理程序 他們各自欠落數百萬加幣 在萬錦這宗案件中 Hassan 和他的商業夥伴 Kuwavi 被法院指定的接管人指控 他們給自己開支票 同時也向接管人提供不正確的總帳 挪用數百萬資金 接管人在2022年11月 安達勒省高等法院的一次法庭聽證會上說 這份是一份偽造的賬簿 在一份日期為2022年10月18日的宣誓書中 Hassan 和 Kudavi 承認他們欠了 Sunrise Homes 大約 550萬 法院命令他們倆 2023年5月 向接管人支付 一千多萬的加幣 而媒體的一封電子郵件中 Hassan 就否認了這些付款有任何不妥資處的說法 他表示 法院關注的是資金流入和流出 他們沒有考慮合法的項目管理費 一眾的買家對於這位建築商歷史感到非常震驚 令他們難以置信的是 根據HCRA的建築商名錄 在 Brampton的Sunrise Home Limited 和Sunrise Acquisition HWY7 Inc. 這兩個項目中 一些房屋還存在實體的問題 Sunrise未能進行維修 導致非營利機構Tyrion介入 並支付了接近25萬的加幣 應付和解費 這個衡量建築商職效的指標 會在建築商記錄裏保留足足十年 對於有這樣的不良記錄 居然還能繼續從事房屋銷售業務 一眾的買家真的很震驚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前Tyrion董事會成員Bob表示 雖然HCRA表示現在檢查 Sunrise Home的實體 但直到目前為止 Tyrion和HCRA都缺乏行動 或者執行力 這個構成了疏忽 這間Sunrise Home出售的這些房屋 其實並不是什麼秘密 他們賣廣告做宣傳 因果因冊品做網絡宣傳等等 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機構 阻止銷售未經批准的房屋 來保護公眾呢? 而一個不良記錄這麼多建築商 究竟又是否合資格 可以批准他們繼續賣樓呢? 大米也是提提大家 想買一間房屋前 記得要做足功課 看清楚每一間建築商 它的歷史背景是怎樣 究竟信譽是否值得你相信? 大米今集說到這裏 邀請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喜歡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 開迷通知鑼鑼 我們一有新片和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